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12月的一天 2023年就快要过完了 但是呢我想抓住最后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在运气是如何安排我的每一天的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运气如何安排你的一天 其实我常常会感觉到就是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就是无将上下而求索 真的有好多人他就是 感觉他就是做的amazing job 就是他整个20岁高出头 就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就是感觉有很多很多要去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就想如何优化去安排你的每一天 把你的每一天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呢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跟大家分享过 睡觉呢其实是种种之种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觉得其实睡觉 照相对于我来说运气阶段 睡觉至少十小时 一般我会从早上十点开始睡 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早上十点多 就会起晚 所以是十点到十点 有时候半夜会醒一次去洗手间 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起夜 但是呢好的睡眠这样就是还是非常 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再起床后呢会先稍微开水 因为你一会儿需要喝水 然后梳个头 放上沉间的冥想 然后十分钟冥想 然后趁你冥想时间你可以去刷牙洗脸 然后在刷牙洗脸之前 你还可以再打上五股杂粮豆浆 所以你打上个豆浆 放上你的冥想 然后你就可以去刷牙洗脸 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刷牙洗脸 然后洗脸之后呢 你可以做一下护肤防晒非常的重要 然后接着你可以做八段颈啊五情细啊 早上你可以做一点拉伸 主要是聆听身体的声音 如果你觉得你想做一点舒缓的拉伸 你就做一点拉伸 如果你想做一点有氧 你就做一点有氧 如果你想做一点激烈一点的运动 你就可以去做力量 但是我但是好像我看到在网上查检资料 早上不是一座太过于激烈的运动 重要的是聆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 人间运动之后呢 对我来说这两天在练八段颈 所以感觉早上身体热热的 超级的推荐 自己觉得舒服呢 就是就可以了 除了睡觉之外 做一些适量的运动 还有饮食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所以饮食的均衡多样化非常的重要 早上大家可以选择一小柳三文鱼啊 鲑鱼啊 然后把它煎一煎开口 然后加上一个菠菜或者是海带豆腐糖 海带豆腐糖可以说是长寿笛糖 所以多吃吧有好处 淀粉这一部分你可以选择做红薯 因为最近是冬季 所以你可以买一点红薯蒸一蒸或者是烤一下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更干的 可以吃一种饼或者是蒸几个馒头 加餐 加餐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是 酸奶水果坚果这些都可以用做来加餐 如果你想在运气控制血糖的话 就注意水果的用量 这样呢一天中最重要的睡觉 饮食运动都开展了 我们也是按照优先的顺序 把它排在最最重要的priority的位置 接下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不可或缺的一块 我们把它安排就是later in the day 你先做完一些你最生理需要的一些事情之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来做一些 可以为你带来收入的工作 也可以同时帮助他人 其实工作的同时也是你学习的过程 也是你社交的过程 人与人交流的过程 也是你经济独立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非常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工作之余呢你可以来做一些 比如说照顾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照顾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在网上买一点美美的衣服 然后让自己绝美 你就会觉得超级的开心 然后可以泡脚啊喝茶啊 然后养生呢 是我最近在学习的东西 中医养生 然后你可以把屋子打扫干净 让自己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生活 还可以理财 把自己的银行账户资产管理好 可以挑一家好吃的餐馆去吃一些 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治愈 还有呢你可以做一些舒服开心的事情 比如说制作手工能够让你觉得开心 你就可以去做手工 散步觉得开心 你就可以去散步 追剧开心 你就可以去追剧 听歌开心 你就可以去听歌 画画开心 你就可以去画 就是一些就是让你觉得比较开心舒服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做 我就穿新的衣服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晚餐不宜太饱哦 基本上我个人是九点半就开始到床上 所以在九点半铃声响起的时候 我说一个闹钟 就会开始刷牙 然后准备到床上 然后做一下 抹扎机 然后开一盒书 开一盒书机 然后就打算睡觉了 所以在饮食方面六点半之前 就可以完成你整一天的饮食六点半之后 你就可以尽量不要吃东西 这样的话对你的胃也特别特别的好 对你的睡眠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总而言之 运气一天的安排后 在运气前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以priority based 哪个重要 就先做哪个睡觉饮食健身呢 第一做 然后学习工作社交 第二做也是相当重要的 舒服开心的事情 照顾自己 这是第三大类 相辅相成一样都不可以少哦 自律就是自由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不怕是一点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